大家好,我是把酷威娜当作女神的Kiki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 这是一个专门讲解服装故事、知识和制作方式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并且想了解服装与制作 那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想要制作此次外套呢 可以跟我们购买版型 或者加入我们线上课程学习制作哦 拿到电子档后,印制前请想约最后一页的版型资讯 上面会有服装的名称尺寸 还有需要注意的规则与细节 印制时请注意设定,挑选A4值还有实际尺寸 印制好后呢,可以将右边的白框与上边的白框剪掉 确认正方形的边长为5公分 确认正方形的边长为5公分 依照纸上的字母与数字去做排列 对准纸上的标记位置粘合 彩剪的数量都标记在版型上了 首先将前面的腰笋道缝合 依照板型上外套口袋的标记长度 制作外套口袋开口边长 根据使用的布料厚度 去决定是否增加贴秤 接着将口袋盖正面对正面接缝后 运烫翻面再运烫 安置对准口袋标记开口位置 去决定是否增加贴秤 接着将内秤的口袋盐上 将前面与收缝要省到的厚片接缝 接缝内秤 全片领子开口处记得按上贴秤 内秤一般比较短 所以要记得按上连接的板块哦 内秤的平接弧线要特别注意 内秤的平接弧线要特别注意 帽子的上段与下段接縫 红色部位的尾首开口 要记得留不要接縫 帽子内衬也要接縫 将内衬与外衣相连接 翻面后要小心注意每个线条与角落 缝制领子要记得按贴秤 翻面晕烫后要注意边角 记得按上利领分界就可以按在外套上 接縫领子前注意一下肩膀的恶魔甲 可能因为选择的布料过重或过软而站不起来 肩膀内部需求按符合形状肩垫 多连植头 加上一些恶魔相远 只要坏 boost 即使 rep 在這邊感謝助手們的協助 我們今天的外套就做到這邊啦 那麼看到這邊的你 不要忘記支持我們一下 幫我們按個讚留言 你希望我們製作的服裝 多多分享一下我們的影片 那麼各位我們下周見啦 拜拜 拜拜